你见大行其实都是就着这个点 特别点评也是说看得非常好 比如说瑞信就说它的产品平均售价都升了一成六 按贵都升两成左右 去到11万左右 这是一个它的纪录高位来的 因为之前大家都面对着晶片短缺的问题 长期都有一个条件去做加价 转向一些比较高价或者高无理的产品 好像它的坦克300SUV 其实第二季都可以卖 你看下半年因为都继续有晶片方的问题 其实美国商务部长说到 现在全世界晶片供应短缺问题 已经有些少改善 下半年是否可以继续舒缓得到 以至到进一步有利长期 甚至可以再加价 我看如果从上半年长期的影运表现来看 它似乎受到晶片方的影响 或者直接的冲击是不是那么大的 而管理上可能在产品组合 或者如何将晶片的存货 放在一些高端的产品里面 似乎都有它的办法 所以我自己就不会太担心 那个晶片方对它的影响 如果你说晶片方在下半年 是进一步舒缓的话 其实对长期来说 是有更好的帮助 至于你说产品的价格 会不会进一步调升呢 这个当然要视乎 在下半年的新车的推出 这一方面会不会是 可以调高售价 这里我相信都有一定的信心 因为可能它的产品的设计 或者外观或者性能 各方面都有一些改善 其实都有空间 是继续去稍稍调高售价 因为它们的车价格 平均来说 都是10万充电或11万左右 其实都不是很贵 再加一点空间 其实还是有的 所以这方面仍然都有一定的 加价的空间存在 对它们来说 无理率仍然都有一个 上升的趋势 你见过股价现在 就上到即市高位了 H股价格在做31.5 大升1.5 一直你看它 其实由20元都不够 铲到上来 现在都31元 除了基本因素 车又买得好 还有就是憧憬新能源车的发展 威马W6 搭载百度的AVP自主泊车产品 亦都量产上市之后 其实百度和长期 未来都会继续有多些深度合作 第一款它们一起合作的智能车预料 下半年会真正式推出市场 究竟这个因素又反映了 如果真的推了下去市场的时候 会不会再帮到股价再推升呢 如果从股值上面 就是在几只主要的车股之中 比较低的 所以变成它的基本因素 或者自己本身的增长动力 其实都是反映了它目前这个 相对低的一个股值 你说它进一步发展的新能源汽车 是将会有机会进一步推动它的股值水平 是更加高的 所以变成如果下半年 是正式推出了新能源自主研发的汽车 而市场的反应也是不错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吹发因素 令到它的股价 是一个相对高的水平的时候 仍然都有一个空间在上 我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 都是正面的 我觉得它在过去的汽车销售、製造、技术 各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能力 那加为百度这方面 在智能电动车那方面的软件的配合 其实它的新能源汽车的推出 应该都未必说会令到市场很失望 那我自己觉得都有些信心